我們說是疏肝解鬱 這是我們經常用的名詞 其實這個就是針對抑鬱症、焦慮等 睡不到睡覺 在中醫的理論裏面 我們叫做心慎不教 原來這個理論同時會概括情緒病 還有大部份情緒病的人都一定會失眠 躁鬱症,很容易躁鬱 可能情緒飄忽 有時有動力的時候可能很積極去做事做得很好 有時差的時候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用 情緒很差的時候會爆哭 可能會用拳頭不斷打牆 但是我沒有試過介手 我就是可能會上天底那裏坐 但是那時沒有這些自殺難化的 是去到後面真的頂不住才會上去坐 那時去看抑鬱症的時候 因為失眠,晚上睡不著 會不停爆哭,哭一整晚 有時是很辛苦的 在精神科那邊開抗抑鬱藥 還有安眠藥 但是反而有時有些藥吃完之後可能沒有用 就每次複診的時候回去跟醫生說 可能要再加劑量 然後小霸就看到我有些問題就介紹這個計劃給我 他會開一些中藥給我 因為我小時候都有吃中藥的 所以我對中醫都好像很相信 中間有段時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之前有時會通頂 中藥有段時間可能三點或者三點前 就開始睡到覺 就是睡完起床是很有衝擊,就是很有動力 就是很想出去打球一下 又很有精神 我覺得這個社會服務都有陪著一起成長 由開始接觸這個社會服務到現在 其實各方面的幫助都給我不少的治癒 起碼讓我覺得其實我不是自己在面對這些事情 其實是有人在幫助我 中醫這個服務踩過界 這邊其實是一個良好的創新和嘗試 未參加這個社會服務之前 其實我是很少接觸中醫的 基本上都是吃西藥吃西藥 由小時候都是新人帶的 但有時可能說真的耐久了的話 其實有些藥都幫不到 但反而中醫這邊的話 很多藥都是跟回你自身狀況 用中藥去幫你調理身體 其實它主要都是由幫你調理身體 做基底 然後再去幫你解決其他問題 我們醫情水病其實就不只是醫情水 因為情緒就會帶動到 有很多其他的病出來 而那些病就反過來 又會影響到他的情緒 就像剛才靜一樣 他因為他喜歡運動 他的腳經常都是處理一個扭傷 都很不回的狀態 腰也是 另外阿夢他有腸胃的問題 常常都胃痛 這件事都很不舒服 都很影響到他的情緒 所以你醫他的胃 幫他處理腰痛和腳痛 他的情緒會好 而且他特別會覺得 你不只是看我這些東西 我什麼東西都會看 他會覺得你照顧我 你關心我其他的東西 不只是你失眠 你醫好了 你走吧 真的不是這樣 有情緒病 我們不是叫情緒病 都怕看細意 又怕標籤 又不知道那個環境是怎樣 通常去中醫就覺得 在樓下喝一杯涼茶 是很容易的事 我們是很準備好去做這些 很低門檻 好像很街坊 很貼地的 我自己覺得 在文化上是很適合中醫的 神經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